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上集测试完i-Stairly的被动式VB01散热器结果后 这一集再来测试它的主动式M.2 SSD散热器VB06的表现 希望这次VB06的散热能力可以再提升一点 不然这两个烂凶难地真的会被我打入冷宫永不入用的命运啊 也希望他们不会有这问题发生 那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箱介绍一下 VB06的包装方式和VB01一样相同 都是使用结构强壮又扎实的盒子保护者 在盒子正上方印有产品实物照片 下方为产品名称 而在最上方贴有提示注意事项 提前你说 如果觉得N.2散热风扇太吵 请记得到主机版BIOS中风扇控制选项把转速调低 来减少风扇狂转产生的风鲜声 在盒子的保护性加 也不用担心邮寄运送会有压坏的问题 盒子的四周有产品认证 产品特色介绍 产品名称等等资讯 在背后则有产品特点介绍 规格说明和包装内容明细说明 在上面一样都没有留下任何出厂公司资讯 打开产品上盖后 盒子里面一样会附上一张多国语言安装使用说明书 也没有任何简体或繁体中文说明 只能请你自行看它精美安装图示来安装了 再来是它附了两张散热贴 灰色是贴在不锈钢固定槽底 蓝色是贴在散热器和Enter2 SSD之间接触面 上面也有帮你分割成小张 让你单独贴在颗粒上使用 而这一支十字螺丝起子和VB01附赠的都是一样 做过品质还不错 也非常的好使用 再来它也多附了两颗螺丝给你 省去你丢掉或移丝螺丝的麻烦 接下来是Enter2 SSD散热器主体VB06 哇 我的妈呀 整个拿在手上就感觉出它是很有分量 有点重手感 哇 原来它的散热棋片怎么会那么巨大 已经感觉是把整块铝材放在上面 而用料也非常的扎实 这也难怪它会卖的比较贵 它的整体外观摸起来没有割手感 完全没有多余毛边为处理问题 在它散热桶管方面则是使用2支4mm导热桶管 整体做工也不错 在它上面配的是3公分风扇 且具有PWM风扇温控转速功能 最大转速有9000rpm 能提供3.16cfm的风量 底部固定槽也是用不锈钢材质 在两侧边也有打上散热孔 来帮助双面颗粒Enter2 SSD散热用 最后盒子里面也是空空没有再附上任何东西 目前这散热极片看起来非常巨大的VV06 感觉散热效能应该可以再好一点 又加上配了一个9000转的3公分风扇吹送散热 希望真的能达到我对它的期望 而这次测试平台是我们的老朋友 CPU是Intel 12代i7-12700K 主机版是基加Z690LG DDR4 记忆体有48GB 频率为3600MHz 液体是水冷散热器 四维星MPG CoreLiquid C240 Enter2 SSD是WD黑标SN850 500GB PCIe Gen4 连续读写有7000和5300MB每秒 显示卡四维星Gaming XTrio RX 6900 XT 16GB 因为这是主动式加风扇散热器 等一下我们一样用AZ System Test 做10次毒血温度测试 来看看这巨大的散热骑片VV06 能不能一站成名返回一层 前面被动式散热器失去的光阀 好 安装完成 快来开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6度晚上 会有点凉凉的台湾秋天 首先是开机待机三分钟后的温度为34度 Enter2 SSD散热器上面 风扇转速大约在5600转 嗯 这种散热表现我们先让它通过吧 测试中有1-2度的正负误差 也算在合理范围吧 你们说应该没错吧 加油啊 VV06是该展现实力的时候了 别再装睡啊 接下来在第一次温度测试 SN850的毒血速度也能保持在4000-5000MB每秒 目前没有出现高温掉速问题 而在SN850的大量毒血发热后 温度马上直线上升了5度 来到39度 嗨 还适合竞争对手又再差了2度 不急 大家不用担心 目前还没有出现很大的落差问题 再来拼一下 接着是第二次温度测试 来到41度 哦 不错哦 正负落差正在慢慢的变小接近冲 再来是第三次关键温度测试 哦 好样的 完全没有再提升温度 维持同样41度 接下来就马上连测10次 来看看VV06的三类极限在哪里 好 完成时事连续不断测试 整体看起来VV06的每次温度提升 大约在2到4度之间 而且只要达到它的50度基础工作温度散热要求 再加上6000转的风扇帮忙散热 你的M.2 SSD的温度 几乎没有机会超过50度 就算有 你也会被它在几秒钟内降温下来 这真的是简单又暴力的散热方法 但你也要注意一下 这6000转小风扇的噪音 大约在52分贝上下 如果在机箱里面应该是听不太出来 就看你可不可以接受了 而它的散热表现 真的是我对它的期望太高了一点 在最后测试完待机3分钟后 温度维持在40度 和前面竞争对手比较后又是差了一截 我只能承认散热体积比人家小 风扇尺寸也是少了一半 真的无法达到和竞争对手一样的散热表现 老实说我倒觉得VB06的散热表现 很像是立名HR09-2280散热器上土炮加装风扇 来达到多降8-10度的感觉 而且它们的体积大小高度尺寸 几乎都是接近相同 也都能放在CPU大塔扇下面来使用 所以如果你想让NR2 SSD散热器更好 想从被动式改成主动式风扇加强散热 是可以建议换装使用VB06 但是它还是要从国外买回来 所有购买费用加一加就变得有点小贵了 所以就看个人所需去取舍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VB06有不同的看法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美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货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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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